抽卡囉 抽回來了 然後走著走著 突然發現哈記王子 中毒了 欸 你說發現嗎 所以 青蛙捶死然後又中毒 對 你為什麼不讓我繼續把他弄死啦 捶死了愚笨老青蛙 而且又受傷 知道自己是孤兒的巨人的 變成的垂石人 對對對 而且好複雜 好複雜 哈哈哈哈 開箭自白 哈哈哈哈 你們拿幾下 蠻 他是想要比畫比較少吧 所以現在是一隻青蛙這種老青又笨的老受傷老青蛙 對 他生態太多了 哈哈哈哈 那你就簡稱他是受傷的老青蛙就好啊 受傷的老青蛙被發 剛剛發現他怎樣啊 中毒了 中毒了 他毒上的敵巴伏主持一定超多 他超不BUFF欸 天啊 該喝牛奶了 他是在立場去跟我打入戰度 那個 不好意思啊 然後那個小孩發現 原來這隻青蛙中毒到死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慘喔 這個時候想太多了喔 腰瘦殺我還是你 哈哈哈哈 太可憐了吧 這個人在打龍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是跟人家比賽喔 比賽時候先夾手 如果現在有人畫圖的話 就是畫一隻哈記星 青蛙頭上中了一堆BUFF 哈哈哈哈 然後後來要去打龍 你這次去餵龍吧 你還是要去比賽喔 然後這時候他們的敵人 邪惡的敵人 跳出來說 這隻青蛙 哈哈哈哈 是我中的毒 我下的毒 下的毒 下的失明毒 你必須 等一下等一下 是誰對不起 那個敵人啊 傑克斯塞龍 傑克斯塞龍 他剛剛有把龍踩上去嗎 他們還沒去檢查龍那邊 還在路上而已 還在路上而已 那個龍飛過來 哈哈哈哈哈哈 說 我 我對這隻老青蛙 下了失明毒 如果你想要救他 你必須前往前方的花園 尋找我藏的寶物 你才可以救回他 而 小孩在這一段旅途中 也對這隻老青蛙產生了感情 因此 要救他 於是他 非常勇敢的 前往了花園 去尋找寶物 然後 等一下我剛剛說那個小孩是誰啊 小孩是誰 團團啊 沒有名字 團團啊 那勇敢的團團 對哈記青蛙產生了感情 我錯了我錯了 我錯了我錯了 親下去 親下去 哈哈哈哈 青蛙王子 於是為了要包這隻哈記老青蛙 我怎麼覺得會選哈團 哈哈哈哈 去尋找寶物交給這隻捷克龍 捷克史太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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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看一下喔 我剩下這兩張桃要怎麼玩 唉唷 要打死龍阿 加油加油 捷克史太龍 他現在是到勇敢的狀態嗎 對勇敢的 它是 Locally 很急的 然後小男孩 團團小男孩在花園怎麼找都找不到 而那隻狼也回到他的住處 從窗外一直看著小男孩 怎麼都找不到那樣的寶物 嗯 然後小男孩一直找一直找 但是不論他怎麼努力 他都再也 他自己只要死了 哎! 他也是這些人 哎! 蛤? 怎麼去啦 看不到看不到 但無論他多麼努力 哈哈哈 這也找不到 哈記你死了 哈記 哈記就變老青蛙了 原來是悲傷的故事 這是什麼故事啊 我還私迷 我還小受傷 你到底中了幾個BUFF 而且又笨 還有中毒 哇 好恐怖喔這故事 重點 虎腳還是我自己取哈記 我原本以為是個快樂的結局耶 好恐怖 廟花爸爸好輕鬆喔 我也好輕鬆喔 欸結局卡放這啊 不要再亂放了 先玩就好 結局卡放了 不要再亂放了 不然又要重開了 麻煩你 我動不動 結局卡放哪 這邊 還放出來 欸怎麼分開啊 結局卡放這裡 然後這個放這裡 你都拿出來了嗎 對 怎麼把卡分開啊 這邊 等一下 這一坨 哲平的放進去 沒有 哲平的結局卡我拿出來 你拿了是不是 我拿了 我記得我拿了 那就沒事 真的好悲傷 結局卡也好悲傷 沒辦法 要結局卡是悲傷的 然後又 中毒 又受傷 又老 又受傷 然後又笨 又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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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撿開死泰龍也太壞了吧 都不會去幫他們喔 那個死泰龍 團團可以按R 用按R就好了 按R 有喔 所以總共用5個debuff 對 然後團團獲得了勇敢的buff 而且 而且青蛙也算一個buff 他是變成青蛙 可是我有一張復活欸 我一直在等哈記死掉 我也在等 我想要救哈記 所以是 一定要7張啊 7張啊 7張啊 好好好 哇 我這地點太猛了吧 哇塞 又是這張結局卡 哇 哈哈哈 無論他怎麼找也找不到 好 知道了 我真的還蠻喔 呵呵 好 換小羽啦 好 我想想 不然就主角都出自己啊 如何 好嗎 喔好 也可以 呵呵 好 好 你說自己的卡片都講自己是嗎 對 我覺得誰開頭誰誰 對啊 就誰開頭誰想誰啊 他最後一定會中一堆buff 真的 不然是正面 不是 不是 那個主角一定會變魚糞的 哈哈哈哈 我已經想好了 這個主角一定會變魚糞的 又糞又醜 腳還受傷又死又老 而且是羞啊 真的 好 有一天呢 小羽啊 他就出門了 然後他就是 他決定 平平常都待在家裡面 就是太久了 他決定 出去一個旅途 讓自己出去玩一玩這樣 然後呢 他這次想說 他自己出去玩的這一次的目標 他就是之前在網路上的時候看到 欸 之前有一件超漂亮的衣服 然後那件衣服 對對對 然後那件衣服是在一個 遠方的一個就是 很知名的一個服裝設計師 他去買一件衣服 對對對 然後 是一個服裝設計師設計的 所以他就踏上了旅途 決定去跟那個服裝設計師 買這個 全世界獨一無二這個衣服 欸你說那他是計畫出去買衣服嗎 可以 對 欸欸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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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有沒有一份的啊 操 操 操 好換你了 那他是不是 那他是不是 這個小魚是不是很慘呢 這個小魚是不是有點醜 啊算了 他就不是這樣 沒有 他自己計畫出去買衣服嗎對不對 對 那他就在路上呢 遇到一個很醜陋的 辣 欸龍龍龍 龍龍龍 龍龍龍龍 又這邊史太龍又要出來了 又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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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變成很醜陋的捷克史太龍 捷克史太龍哦 那捷克史太龍就跟他講說 因為他雖然很醜 可是他心機很淡亮 他就告訴他說那個衣服啊 在那個王國的 在王國裡面 呃那個會說話的動物 可惡 欸?你王國可以出吧 圈起來了嗎?王國可以出 你王國不用出 抽圈起來了 抽圈起來了 對對對 我怕你抽錯 可惡喵哈可惡 幹嘛啦 呃有一個 欸所以小羽有醜嗎 沒有 龍很醜 這龍是龍醜是龍 傑克在龍很醜 巧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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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 他們就道別,就有分離卡喔 你要小心喔 喔~~ 雖然我沒有 那這樣子我不是就要要龍一直跟著他嗎 對阿 對阿 那是很醜陋的龍 但是那一件 傑克對不起傑克 傑克對不起啦傑克 傑克對不起啦傑克 傑克你不要在意你 傑克說他很醜陋 傑克你不要在意傑克,乖 那個龍說 其實他本來也很想要那件衣服 但是他畢竟是龍 那個衣服如果穿上去的話會壞掉 所以他很嫉妒那個 可以穿衣服的人 所以他就嫉妒心之下 對那個衣服施了魔法 讓衣服活了過來 蛤?我剛剛才說他是 心地善良的龍 哈哈哈哈 你剛剛沒想複黑了吧 有啊 心地善良的龍告訴他 你是那次在告訴他說 在王國裡面可以買衣服嗎 又把他弄壞 又把他複黑起來了 這樣不行這樣不行 欸沒有啊 搞不好是表面上有沒有 沒有啊可以啊 他搞不好浮黑可以啊 他是告訴他說 那個衣服在王國裡面買 可是衣服不在現場啊 他怎麼讓他活 不在現場 蛤?他可以去完後回來啊 遠距離私房 所以我要接下去嗎 然後那個活過來的衣服 他有了自己的意識 所以目前沒有人找得到他 他自己藏了 衣服自己藏了起來 哈哈哈 我覺得這樣活著的衣服好痛苦 哈哈哈 我怎麼感覺好像有聞到意識是相同的 衣服的味道 我要抽卡 哈哈哈 很難得耶 我的牌超難的 超難得你會抽卡啊 欸我抽錯了 我都抽起來了 哈哈哈 所以現在是接著換誰 那就 我下面是回去小雨了 那換他進去 哇 哇這個是喊碰喔 直接下家都沒牌吃 哈哈哈 不然我先畫個那個順序好了 那件衣服躲起來了是不是 對 對 躲起來了 你要找的那件衣服他活著 躲起來了 嗯 天喔 好 然後 然後 然後小雨就覺得 噢這個龍怎麼可以這樣 怎麼可以做這種惡作劇也太過分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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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了壞了 他就覺得太過分了吧 然後他想說 不行我還是要去找到那件衣服 就算他現在已經是變成 就是一個活的東西躲起來 他還是要想辦法把那件獨一無二的衣服找出來 因為他實在是太喜歡他了 嗯 然後 他就跟那個龍商量說 哎呀龍啊就是 因為你是 把他變成那個活起來的嘛 那你應該知道他大概會躲在哪裡吧 嗯 然後 那個龍就說 嗯我現在不能 我現在不能告訴你 除非你要幫我 完成一個我的一個另外一個我的願望 然後小雨就說 哎呀什麼什麼願望啊 那龍就說 哎呀曾經啊我住在一個 我的老家被一個勇士 老家 破壞了 啊哈哈哈 他那一直中啊 對啊 老家 沒有講到家了 啊講到什麼 家 draw什麼 從前有個老家 不能告訴他有個老家嘛 他被破壞了 所以 minut 他回去找他的父母 因為他想念家人 然後跟大家說 在... 旅途的路上 一棵樹旁邊 恩 看到團團 跟... 一隻小青蛙 到底在戰鬥什麼 欸! 欸! 喻!! 效果然我請了 喻!! 不知道我怎麼戰鬥起來了 喻!! 你還有青蛙卡 所以那隻青蛙是哈記嗎 應該說熊貓跟青蛙啊 現在只是傳男跟一隻青蛙而已 跟一個哈記青蛙吧 我沒有講哈記喔 沒關係啦 反正青蛙在我這啦 好好好 青蛙王子喔 他沒有王子啊 他不是王子嗎 他是王子 他原本是王子啊 但是他現在變成青蛙啦 上一集的故事 上一集的故事 沒有啦先不要弄上一集啦 有夠亂的 只是遇到而已啊 沒有怎樣而已啊 換你了換你了換你了 他是回那個龍 要去龍的父母家找那隻青蛙喔 沒有啦 要回家看看父母的路上遇到青蛙跟團團 因為龍想念家人想回去看看他 那是一個小孩 那先回去看啊 看完之後就可以 要幫助龍 要幫助龍 所以這個戰鬥是要幹嘛的 他們兩個在打架而已 你說那個青蛙跟小孩在打架 團團在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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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好笑了 那青蛙怎麼還中毒啊 哈我不中大謊 有沒有失明啊 聽青蛙QAQ 然後團團小孩抓著青蛙說 呃 呃 氣死我了我要把你丟到大鍋裡煮 大鍋啊 煮了會變什麼啊 變青蛙湯啊 哈哈哈哈 青蛙湯是什麼 火裡面 哇 啊 可以可以我覺得超難接的我要抽 哈哈哈哈 你為什麼一直抽中 把這抽走 因為他在右邊 我要從頭來一下齁 哈哈哈哈 所以小羽嘛 他就是 呃 欸是哪一個啊這邊 小羽要 要上旅途要去買衣服 嗯 然後 遇到了一隻 很醜的龍 嗯 然後他這個龍告訴他說 他要去 欸這個 要買的衣服在王國 對 然後呢 被施魔法 那個龍龍 會說話 然後說我也很想要那個衣服 但是我穿上去會損壞 所以我嫉妒你們這些可以穿衣服的人 所以我用魔法把它變得活了起來 現在那個衣服已經隱藏起來了 呵呵 這是我這邊的 嗯 然後 然後小羽是說 接二度去 他是找到那件衣服之後 他是找到那件衣服之後 龍把它弄住 還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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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找到 他現在還是藏起來了這種 不是啊 我是說他們去 龍告訴他在哪裡買 然後他們去把它買回來了 然後龍就把他 還沒還沒買 龍在那之前 就把那個衣服變成 變成那個 活起來的東西 然後他已經躲起來了 對 然後現在龍 覺得不好意思 就打算跟 呃 就是要去找 跟這個 這個小羽一起去找 這個衣服回來 所以路上 順便去找老家 看一下父母 然後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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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找到之前 龍跟小羽說 你要幫我完成一個事情 我才會告訴你 我才可以找到 你算你正是 你